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从1989年开始画楼梅画的 因为我从小喜欢 我爸爸也是画楼梅画的 他是第一代 我是第二代 那读书读好以后呢 在租金这一个农民画院 正没有老师辅导 从1989年画到现在 那时候的农民呢 他就是百分之八九十十文盲 那时候就是胡同张老师辅导的时候 他的灵感就是从这种造笔画 木雕刺绣 南英花布 简子 这种民间艺术上来的 男人都会画造笔画 女人呢都会刺绣 还有有需呢 劳动妇女呢 她会减脂 所以就是灵感就是从这里来的 我们金山农民画就是反映当地的这种农村生活场景 渐量水性 所以我们画面中出现的就是小桥流水很多 金山农民画呢 它的特点呢 它是平面的 没有特殊的效果 就是色彩呢 它就简直对比色 每个颜色都挑出来 因为在我们农民画中是不出现的 画面的内容呢 都就反映 就农村主题的 有田间耕作啊 家里喂鸡胃啊 养猪啊 还有这种故年故节的这种 现在呢就是缺少年轻人愿意充实这一行 因为自我刚刚说的是我们是属于自营正义的 收入就是不稳定 那么现在的年轻人就比较浮躁 所以呢就是我们现在就和学校合作 他们学校学生过来体验一幅浓美画 画好以后带回去 这样呢是作为传承的一部分 我们也希望就是现在政府出来先例的这种 有利的这种吸引年轻人愿意从事这一行面的 这一行的这种政策 要不呢就是到我们化不了的时候 没有年轻人加入进来 等于就是全成不了了 我叫常凯妮 我的年龄是197年出生的 今年26岁 我是在镇上工作 然后呢我们这里面有一个活动 就是有能有化培训班 就是可以报名参加这个培训 然后报名参加之后呢 就是每周末到这里 可以完成一些就是训练和作品 迷幻呢是之前没有接触过的 然后首先它的色彩非常的鲜艳 但是互相之间搭配的又很协调 就是一个对我来说还是很有挑战性的 然后虽然说它的画面是这种写意的风格 可能不是写实的风格 但是实际上画起来还是需要有很高的那种耐心和细心 然后还要有一定的自己的想法进去 然后呢画画本身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过程 然后比如说我们平时可能我 我们年轻人会缺乏一些就是农村生活的这些经验 像我可能从小在城市中长大 对于这些素材本身比较陌生 但是在我画的过程中一方面自己可以去了解 就是了解一下农村的生活 另一方面呢也可以添加一些自己的平时的观察和想法进去 比如说我可能比较喜欢小鸭子或者小狗 然后就可以呈现在我的画面里面 本身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然后在打线稿还有涂色的过程中 也可以释放你的工作的压力 然后呢看到自己的成品也是很有成就感 所以这个事情本身给我很多的快乐 因为我现在已经上班了嘛 目前的规划里面是应该不会成为职业画家 但是会把这个当作自己的一个兴趣暗号 然后尽量坚持下去这样